蛋糕店門口 衛生局人員仔細核對資料 就連垃圾分類也要檢查 工廠內還有大量 剛出爐的麵包 現在恐怕都要漸停出貨 因為 網絡社團民眾PO文 29日下午買了巧克力蛋糕 30日凌晨1點 剛吃一口 直接聽見卡滋卡滋聲 吐出來竟然是一隻 被咬碎的大蟑螂 讓當事人超崩潰 目前我們是第一次遇到 有人員在跟他下台 也有可能是外面 我們包裝人員在這裡 因為那邊是露天的 可能會加這個 事發的店家低調回應 目前店名也拉下鐵捲門 但鐵紋在網路上引發轟動 不少人負荷超崩潰 一輩子不吃了 嘉義市衛生局前往稽查 發現製作現場 有蟑螂實體蹤跡 作業台下面有煙蒂 以及烤盤置於垃圾桶上方等缺食 那我們有請業者 一起改善 也請他要提電四天 那我們也會依食品 衛生管理法來採訪 另外就在宜蘭 某高級飯店的中餐廳 顧客用餐 卻看到梅子醋裡 一隻疑似蟑螂的生物 浮在水面上不停掙扎 幫你拿去懷疑一下 對此當事飯店選擇不回應 但實然一再出狀況 也讓民眾嚇壞 記得嘉義以來綜合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子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